妈 看好了 千万别眨眼 世界十大神奇实验之一 这不就是南瓜灯吗 要什么开始 快快准备好 准备好 要到了 你这东西一个 这南瓜还能吃吗 吃干嘛呀 这些可都是我的荣誉 你看那边 这都是我的健身 趁这小子不在家 我得赶紧把这些南瓜解决掉 这么多南瓜灯 不吃了怎么行呢 浪费 我是见不得的 这小子不总惦记 新爸爸的豹头马芬吗 今天我就给他来个南瓜版 再来个百吃不厌的南瓜饼 珍熟的南瓜先导成泥共用 马芬应该是蛋糕界的青铜了吧 打散鸡蛋液 再把这些南瓜泥混进去 融化的黄油得放这么多 搅和均匀了 再筛入这些粉类 泡打粉是豹头的关键之一 最后搅和匀了 是一盆比较湿的南瓜面团 挤到纸杯里得12分 这是豹头的关键之二 当然最后是要点缀 豹头马芬的标志性巧克力豆 我的方泰蒸烤箱 就可以开始搞剩下的南瓜了 南瓜饼是最百吃不厌的 一款秋冬单品了 最传统的做法往往是最好吃的 揉好的面团 分成18克一个的剂子 鸭扁再包一小块 这小子的巧克力馅儿 再用牙签刻成个小南瓜形 太可爱了有没有 我家厨房的油烟机造具 蒸烤箱是一整套的 它们被称为方泰集团的烹饪中心 尤其是我这款超薄油烟机 正颜值都快赶上我了 非常的节省厨房空间 而且还具有烟造联动功能 吸油烟的效果 那可是一点都不含糊 使用起来超安静 这系列在我炸东西时 真是爱死了 蒸烤箱就在造极的下方 省了不少功夫 一点不耽误时间 这两款甜品都好了 完全感受不到油烟味的南瓜饼 趁热吃一口一个 还有丝滑的爆浆 蒸烤箱烤出来的马芬 也好优秀啊 外壳脆脆的 内心软软的 再加上南瓜的香味 简直无敌爆炸好吃 哪会让我去闻到香味儿了 味儿怎么那么符合 你看南瓜超级都让你浪费了 这样南瓜不才发挥了它真正的价值 想说什么 这就是我的南瓜灯 不用感谢我 我的胶肠 我的荣誉 嗯 好吃